眼前这个美艳却不艳俗的美人 被称作香港的玛丽联盟度 与林青霞、张满玉、美艳芳并称夏宇芳红 哥哥张国荣说 她是全香港穿皮衣最好看的女人 天王刘德华说 她是自己的理想情妻子 她就是红姑钟楚红 钟楚红1960年出生于香港 1979年 母亲帮19岁的钟楚红 报名了香港小姐 因为家境普通 她很少有穿高跟鞋的机会 但港姐选去一定要穿高跟鞋 她勉强穿上 走起路来一点都不好看 因为不会穿高跟鞋 最后只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但好在获得柳松仁赏识 出演了第一部电影 《避水寒山多命金》 由此开始了演绎道路 之后她和钟人发 共同出演胡乐的故事 开启了和钟人发 长达十年的萤幕净旅之路 两人先后合作了女人心 《秋天的童话》 《八星报喜》 《半我创铁牙》等多部影片 1991年 钟楚红和钟人发张过程 共同合作电影《纵横四海》 影片中 她与两位男神 偏偏起舞的场景 成为影坛经典 当年因为不会穿高跟鞋 出手的女孩 依然成为最风情伴重的家臣 此时的钟楚红 经验香港 八十年代的香港 有这样一句话 再发发不过钟人发 再红哄不过钟楚红 足见她的影响地 而作为美女她内外先修 在那个花边绯闻 到处飘的年代 钟楚红就是一股清流 当有富商开架七位数 想和她交个朋友时 她直言 我没钱吗 要去配个老头子 当与成龙合作 奇谋妙计五福星 传出绯闻后 她果断拒绝了后续合作 因为她渴望的是一份 以生以世 以双人的爱情 1984年 广告才子周嘉鼎 邀请钟楚红拍摄广告 两人因此相识 此时的周嘉鼎 对钟楚红一见钟情 1988年 钟楚红受伤住院 周嘉鼎走进她的病房 问道 我可以照顾你吗 周嘉鼎对钟楚红 无微不止 钟楚红也被她的才华 和踏实吸引 才子家人 擦出了爱的火花 1991年 两人前往美国结婚 婚礼结束后 政治事业巅峰的钟楚红 退出娱乐圈 即使有名导告家理妖 钟楚红也坚决不复出 婚后的她 以心意照顾家庭 为周嘉鼎洗手做羹汤 而钟楚红不想要小孩 周嘉鼎也非常尊重妻子 和她共同享受浪漫的二人世界 两人结婚16年 也恩爱了16年 从未传过出贵 或婚变的负面新闻 这在娱乐圈实属难得 2006年 周嘉鼎被确诊为戒伤害 钟楚红四遍寻衣文药 贴心地守护在她身边 可天不遂人院 一年后 周嘉鼎离世 两人相伴一生的约定 终究未能圆满 周嘉鼎去世后 钟楚红为她 皮马带小四个月 整日以泪洗面 她说 周嘉鼎给了她人生 最精彩的20年 如今钟楚红 逐渐走出痛苦 但周嘉鼎 依旧是她的一生之害 她表示过 再也不会嫁身 因为周嘉鼎给她的 已受用一生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句经典的广告词 就出自周嘉鼎之手 用来形容两人的爱情 也更加恰当 你还知道娱乐圈 哪些感人的爱情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